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学了如何改时区 对吧 如何格式化一个时间戳以及什么时间戳 对不对 那我们平时在开发的时候经常会遇到 别人给我们传过来的其实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日期格式 年月日十分秒的对不对 对 刚才上这课咱们学过的是将默认的时间转成时间戳 对吧 那如果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的年月日十分秒的格式 我们怎么转换成时间戳呢 这里边我们有两个函数 看一下 打开手写 后退一下 再后退一下 再后退一下 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有两个是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make time 看到这个了吗 取得一个日期的优秀的时间戳 如果别人给你年月日十分秒这样的格式 比如说别人假如说问我说 你现在的年龄多大 对不对 我告诉他 我是给他三个值 我是1981年的11月5号 他要计算年龄怎么办呢 是不是拿到1981年11月5号 是把它转成时间戳 对吧 然后当前的年份是不是再转成时间戳 对对吧 然后一减是不是就知道我的年龄是多少了 然后你看用复杂方法算一下 make time他里边传什么 小时记着参数分秒 秒月日年就够了 对吧 适合于单个的值的十分秒 怎么单独的去转换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里边 定一个年等于比如说1981年 对吧 然后呢月等于比如说11月日等于5号 对吧 我想把它转成时间戳 那怎么办呢 就是直接等于什么 使用make time 传小时 看好了 参数别看错了 是小时分秒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小时分秒 那我就传0 0 0 对不对 然后年月日年 我看一下啊 这里边是 对月日年 变错了 月日年 去掉吧 那是一个变量对不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时间突然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当前的时间的呃 呃对对当前的是不是就time时间呢 那当前时间就是b time 当前时间是不是就这个时间 对那我用当前的time对不对 减去这个时间戳 嗯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用 对 这块是现在是 看一下 是所有的这个秒数对不对 那这个秒数我现在想知道呃我出生了多少天 怎么办呢 出生了多少天 呃 data d不是 呃这样吧 除以什么 除以60是我出生到现在的秒数 对吧 再除以60是我到现在的什么 这分终数对不对 嗯 写现在是小时数 所以我现在到这出生了多少小时 对不对 再除以24是我到现在的天数 对不对 你看 i call一下 你看我现在出生了多少天 这么多天 咱们可以呃自身无误一下用数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 这样对吧 嗯 是不是 我是11788点 还挺吉利的数字 对不对 我现在活了这么多天 嗯 对吧 这就是转成时间戳可以参与运算 对不对 当然这个运算 它还可以怎么办 这个 你看一下 我们这块直接把这保存一下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输出列梯 你看我把它变成年月日 对吧 嗯 然后10分秒秒 dlf t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格式化的 对不对 198年10月5号 对吧 如果我们时间写超了 比如说日期 月日年对不对 咱们一般的日有45天吗 没有 对吧 那如果写45天的话 怎么样 是不是转到下一月去了 他会有那个值的范围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任何一个值都可以 比如比如说月份一共就12个月 对不对 那我这边写月份 比如说写 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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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月有这个月份吗 没有 那看一下 是不是就到83年7月15号了 对吧 这都是可以转换的 这是一个从什么 适合于单个的值的年月时分秒去转换 对不对 那我们单个值的时候平时用的并不多 那我们什么时候值用的多 就是这样的时间格式 我们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 变量A等于2014年 对吧 比如说11月12号 对不对 然后11点11分11秒 看到了吗 那我们这样的话 如果用刚才的make time去转的话 非常的麻烦 我们需要按空格分割 把日期拿出来 日期材杠线分割 对不对 然后时间 我们需要用方法分割 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换另外一个喊入谁 HTR to time 这个可以把任何 比较标准的时间格式 都能直接转成时间头 对吧 那到了杯 我们输出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变成这种时间格式了 对吧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核心的计算 这两个差几天 比如说 $B 等于 2015年 什么 比如说是 3月4号 对吧 我就写这个格式 它也能转 看到了吗 我想知道这俩差几天怎么办 看一下 用 str to time 把谁 把B的时间 是不是也转成时间头 减去 A的时间头 这两个时间头 想知道是几天的话 除以每天的 什么 除以每天的秒数 是不是行了 每天秒数多少 一天秒数是24 24乘以 20乘以60 再乘以60 对不对 然后一起除开它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怎么办 比如歌声法 或者45路 对不对 看上时间秒数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时间 差是多少 110那天 对吧 大家觉得不准确的话 你可以去算一下 从11月份到3月份 也差不多吧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 时间转换的方式 那 他就能将这个时间转格 他也没有其他的 更高级的用法 有 我们参考手试就行了 刚才咱们看的是 STR 210 是不是这个 那看这里边的格式 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边的例子 可以将比如说 加1 明天 下一周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加小时 你看这么多参数 对不对 下一周 最后一月 你看这里边 很多格式 他都能支持转换 对 对吧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一些格式 都可以 所以它是非常强大的 咱们用的也非常多的 所以这两个单个只转换 你用上面那个 你用咱们前面 make time 对不对 格式化的日期 转生时间 就用这种 对吧 除了这些函数 我们这么多函数 还有哪些是重点呢 当然了 咱只是把常用的介绍一下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看一看 但是酷的东西 有了你看就算看了 你不一定这辈子 就用得上 对不对 所以只要把我讲过的 掌握就差不多了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时间 咱们有的时候需要用 比如说这个 什么呢 对 返回用那个时间 戳和微秒数 什么叫微秒数呢 咱们刚才时间戳 是不是倒秒 对吧 倒秒的话 比如说想计算一个脚本时间 你想想 计算脚本时间 脚本之下 就是0.00几 多少毫秒 对不对 那你倒秒的话 那多少毫米 按一秒算的话 怎么的 时间不足处 对吧 所以它要指到微秒 在PSP4 就是以前的版本里边 它是小一点 小一点前面是秒数 小一点后边是微秒 对吧 而现在 在新版本里边 在新版本里 它这个有所改动 你看 里边支持一个不耳型的参数 看到了吗 支持不耳型的参数 那就不耳型参数 就可以把它直接转成什么 转成我们现在想要的微秒 而不是用小一点分割那种方式 那以前咱们这些小一点后边 计算一下 小一点前面计算一下 比较麻烦 对吧 那我们先试一下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的时间 如果不传不耳型的值 是不是小点前面用了什么 单纯时间是零点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块直接写上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块就是后边 这当前时间之后后边是微秒 是这样啊 我们之间怎么的 一减一分算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块 我们这块 比如说我想计算当前脚本的中间代码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这块一个RTRT一个开始的时间 是不是这个 然后我们要结束时间 然后我们要结束时间 然后我们要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 是不是我们就能得到这个值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中间 然后我们这块中间假设循环 我执行了这么多秒 后边写了秒就可以了 对不对 0.0.0.5 再刷新也有可能会变化 因为每次执行的秒数有可能不同 对不对 这就是时间戳里边的微秒咱们需要用到的 对不对 别用传统那种方法去分割的事 那比较麻烦 那除了这些其他的基本上用途都不是那么太明显 好吧 比如什么 像返回给定日期与地点的日出的时间 对不对 咱一般的除非做一些提醒式的一些网站 告诉你今天太阳几点出来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否则咱们也用不上 好 时间和日期 咱们需要知道的这些知识点就差不多了 当然具体运算 那还是变成整处你自己通过算法来实现的 对不对 那除了这些 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呢 那就是下节课咱们要介绍的 你要知道日历的算法 好吧 那时间日期就全部搞定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日期与时间的简单介绍就到这里 好 再见 这节课咱们要介绍的设计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